我们知道在1902年的时候 萨登跟鲍法利提出了这个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也就是说遗传依子呢 是位于染色体上 那但是一直到了196070年代的时候 大概到19601970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才搞清楚说原来这个染色体呢 其实这个chromosome染色体呢 它其实就是DNA去缠绕呢 组织蛋白的结果 才知道呢原来染色体跟DNA之间的关系 可是呢事实上在鲍之前呢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DNA呢 是由这个核肝酸所构成的 OK 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DNA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一直是到呢 1953年的时候 由美国的科学家华生 OK 这个叫做James Watson 跟这个英国的科学家呢 克里克 克里克 这两个人呢 参考前人的一些实验的数据 特别是呢 晶体绕舍的这个实验结果呢 而提出DNA呢 的构造是这个双骨螺旋的模型 OK 双骨螺旋的模型 那各位以后呢 会再针对这个双骨螺旋模型呢 做这个更深的一个学习 那现在呢你大概只要知道说 总之他们后来知道说DNA呢 长的是两种特质 第一个 它是双骨的 它不仅是由核肝酸呢 这样连在一起变成一条链而已 而且它还有对面呢 的另外一条弄在一起 所以是双骨 而且呢 双骨还不是像这个轨道一样 就是单纯是直直的 如果是铁轨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就是平行的这样子 那它这两个还会互相的怎么样 缠绕在一起 所以呢是双骨螺旋的构造 所以呢 简单来说 我们可以把整个DNA呢 看成是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DNA最基本呢 是由一个核肝酸构成的 而构成DNA的核肝酸呢 它的五碳糖 是什么 是去氧核糖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写个去 然后呢 再配上一个磷酸跟 写P在这里 然后另外这边呢 有一个含氮碱基 含氮碱基呢 有很多种可能 有可能是A 有可能是T 有可能是C 有可能是G 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核肝酸的这些A 是什么线飘零啦 T是胸线密定 C是包密定 那G呢 则是这个鸟粪飘零 好 那核肝酸跟这个 核肝酸跟核肝酸之间呢 怎么样形成间结呢 就是由五碳糖跟磷酸呢 去形成一个间结 好 我们这边再画一下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五碳糖 另外一个去养核糖 这边呢 再是一个这个含氮碱基 然后再一个 磷酸 好 这边接下来 这边再一个去养核糖 然后这边呢 再接一个含氮碱基 所以呢 大家所看到这个DNA双骨螺旋 这个示意图上的这个ACGT啊 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含氮碱基 这每一个含氮碱基 OK 那旁边呢 你看到这个 我们现在用红笔圈起来的 这一个地方呢 示意图上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 什么 磷酸跟 跟这个去养核糖呢 交错这个连在一起的部分 而这一整个 这一整条 这一整条呢 好 就是这样子像这个 一整条的形式的 一整条 包括上面的含氮碱基的呢 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就称之为 聚合肝酸链 OK 我们把它称为 聚合肝酸链 就是把 合肝酸链在一起嘛 变成一个链状的样子 聚合肝酸链 所以 所谓的双骨螺旋就是 两条 聚合肝酸链 对在一起之后呢 好 是双骨 然后呢 接下来又旋转在一起 就是双骨螺旋 再说一次 所以后来 华生跟克利克发现的 DNA的模型呢 不只知道说 DNA是由 合肝酸构成的 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DNA呢 就是由 一个一个 合肝酸 去构成了 聚合肝酸链 相对 两骨之后呢 再形成 这个螺旋 那这个聚合肝酸链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 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 当它形成 双骨的时候呢 会发现很有趣的 配对原则 就是A 这种寒淡剪机 一定会对到T 而C 这种寒淡剪机 一定会对到G 我再说一次 A 这种寒淡剪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线飘零 一定会对到T 就是凶线密定 C 这种 这个寒淡剪机 包密定 一定会对到G 鸟粪飘零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这个示意图上 A 就去对到T C 就对到G 那不会很难记 你只要记得A对到T 你就知道C一定会对到G了嘛 对不对 就是什么 你就被at 就是在什么地方 at school at home 这种at OK 所以就是A对T 然后C对G 再来呢 我们知道染色体呢 不论是在细胞分裂 或者是碱数分裂的时候呢 都会怎么样 都会被复制嘛 对不对 那染色体既然又是由DNA跟组织蛋白所构成的 那不是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DNA本身也要会什么 也要会复制啊 不然染色体是怎么样复制出来的呢 所以DNA也要会复制 那DNA的复制呢 我们就把图画在这里 那现在呢 我们还不需要知道的太复杂 我们只需要知道DNA的复制呢 是所谓半保留的模式 所以是我们写半保留复制 什么叫做半保留复制呢 如果原本的DNA呢 是这个什么双骨的聚合肝酸链 也就是双骨的这个DNA的时候呢 那两骨都是旧的嘛 对不对 那它们复制完以后产生新的 会是两 分别两个不同的这个双骨螺旋的DNA 可是这两个分别不同的呢 会是一个旧的 配上一股新的 OK 一股旧的 就是原本的上面所提供下来的 跟另外一股呢 是新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画一个简单的图给大家看 现在呢 我先用紫色呢 代表旧的其中一股 然后再用呢 蓝色 代表旧的 这都是旧的哦 的另外一股 那当它们在复制的时候呢 其实它们会 开始把这个螺旋呢 解开 然后呢 各自我现在用 这个红色呢 跟咖啡色代表 这边呢 会开始跟它有一个对称的 复制起来 然后咖啡色呢 会跟另外一边呢 哎 复制起来 那最后呢 这个咖啡色跟蓝色 会再缠绕在一起 产生呢 一个新的一段DNA 然后这边呢 紫色跟红色会缠绕在一起 也就是说 我现在用绿色 框框框起来 这两段 什么 它们会缠在一起 会缠在一起 就很像是 最后变成下面这样子 蓝色的 蓝色的 画在这里 跟咖啡色的 跟咖啡色的 OK 缠在一起了 复制完以后缠在一起 那紫色的呢 紫色的呢 我们换个比较深的紫色 紫色的呢 跟红色的缠在一起 OK 所以呢 你有没有发现 原本旧的是蓝色跟紫色 蓝色跟紫色 可是最后旧的两股分开了 然后分别配上一股新的 这样的模式 我们就称之为 半保留复制 保留一条旧的 另外一条配上新的 OK 那在这个影片呢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DNA 是双骨螺旋的模型 并且是有两条 聚合肝酸链 然后呢 螺旋呢 对称了以后 在螺旋呢 所形成的 那DNA在复制的时候 则是 半保留复制的模式 DNA